第1523集 死人吃活人 李源日这话可不是说着玩的 他早就看上了拓拔青碗 而且他已经知道 拓拔青碗是莫小渝的女人 也就是那个可恶的赵元郎的女人 他这心里带着一丝丝恨意 完颜柔家是自己的女人 但是被莫小渝抢走了 自己如果这次能够回到大夏国 那么自己也趁机带走赵元郎的女人 那不就扯平了吗 当然了 现在不能说这事 更不能暴露出一点这样的迹象来 否则拓拔青碗是不会跟着自己去宁夏亡灵了 而他之所以能够说动老太太跟着去宁夏亡灵 是因为他根据自己的记忆 描述了一个考古界 没人发现的大夏国亡灵 现在那些发现的所谓西夏亡灵 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亡灵 因为那些亡灵被发现时早已被盗一空 既没有文字记载 也没有考古的文物实证 怎么就能认为那是西夏亡灵呢 这在史学界也是存在争议的 而且李源日一直都把自己和李老太太看作是一家 那既然是一家人 又是可以重新发现西夏亡灵的好机会 说不定真的能让他在民族史的研究上成为巅峰人物 人活着不为名即为利 像李老太太这样的人物 要再多的钱能花几年呢 倒是想为后人留下点名声 是真的 李源日是西夏王子 既然能去敌国当女婿和质子 要没点嘴上的功夫 谁会让他去啊 拓拔千万焦急地拨打了莫小鱼的电话 可是依然无法接通 在山里能接通就不错了 更何况在山洞里 所以拓拔千万打不通很正常 阿哥 从这里出去就是山洞的门口了 从这里进去就是那个墓室 我们怎么走啊 顾依依问道 莫小鱼考虑了一下 说道 反正我们都已经进去过了 知道怎么走 这里有绳子之类的东西吧 别跟上次一样 还得脱衣服接绳子 早就准备好了 只是我一直没有胆子下去 有你在我就不怕了 顾依依说道 的确 看来顾依依啊 是在这里做了充足的准备 不但是绳子 还是绳子结成的软梯 那这样上来下去就很方便了 两人来到上次来过的石厅 看着那个祭台一样的东西 莫小鱼上前摸了一下 也没有找到下去的机关在那里 顾依依走到祭台前 说道 我回来之后 问过寨子里很多的老人 他们说 这个祭台的确是用来做祭祀用的 但是 祭祀的供品不是东西 而是人 是人 什么意思啊 你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掉下去的时候 落在一大堆的枯骨上吗 啊 记得 要不是那堆枯骨 我们肯定得摔得不清 莫小鱼说道 其实 那些枯骨 都是那些从这里掉下去的人 也就是祭品 只不过 他们都是被杀死之后才放上祭台的 而且非常残忍的是 那些用来做祭品的 都是花季的女孩子 可以说 这个祭台是吃人的 那后来呢 真正不用人做祭品 是在解放之后 而到了后来 慢慢的就没人来这里了 因为巫师被政府打击处理了 而没有了巫师 怎么祭拜呢 我姑姑就是最后一个巫师 但是 早已经不做这些事了 那你有办法打开啊 没有 但可以用软体捆住我 我再躺到祭台上去 你可以观察一下 这里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看看 能不能找到可以下去的机关 我觉得 应该是有机关存在的 当然了 可能也已经被破坏掉了吧 不行不行不行 太危险了 我先下去 你在上面看着 可是 这座机台上躺的 一直都是女孩 男人未必管用 说完 不带莫小鱼说什么 就不再坚持了 于是莫小鱼抓住软梯的一头 而顾依依则是绑好 然后慢慢的躺在了机台上 上次是莫小鱼和顾依依都在机台上 所以一下子就掉了下去 而这次 莫小鱼看到了机台的慢慢的倾斜 继而顾依依才慢慢的滑向了洞窟里去 而此时 莫小鱼明明看到了旁边的墙壁上 多出来的一根柱子一样的东西 这可能就是一个平行装置 当上面的重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时 机台就会慢慢的倾斜 好像是把机台上的人吃掉了一样 因为机台和地面契合的地方被软梯卡住了 所以难以合拢 可是莫小鱼呢也下不去 而下面的顾依依呢也没有到底 那这样都是两难 莫小鱼看了看石厅里 但最不缺的就是石头凳子 为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是搬过来一个石凳 经过反复的调整角度 这个石凳终于是在机台和地面之间卡住 那这样莫小鱼可以下去 也可以随时将顾依依拉上来 为了以防万一 莫小鱼又挪过来一个更大的石凳 将软梯的一头拴在了石凳上 然后将软梯下到了洞窟的底下 好了 这下不用再去找地道了 你看 阿哥 这里还是以前的样子 没有人来过 顾依依指了指洞窟说道 你怎么知道这里没人来过啊 你看 这具骷髅是我上次摆放的 还是原来的位置 手指向里面 没动过吧 顾依依用手电罩着一具白骨说道 真是服了你了 嘿嘿 你别看不起他 说不定他就是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被杀了 然后被送到这里来当祭品的 我就很想知道 这里到底是谁的脸墨 这不是死人吃活人吗 顾依依愤愤地说道 行了 走吧 进去找找那些铜简看看 如果能有收获最好 如果没有 我们明天离开个灵寨 去北京 估计 铁拔青碗要等急了 莫小鱼说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您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